繁華影師 我叫李榮基,大門社區檔案書記 嫡嫡妒的大門人,比喻不上 大門開村至今有200多年歷史 這車延遭到我們苛聰 依然很生氣 大門因為在純德最重要的街鎮大樑 水道的入口 所以大門在水道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因為這樣累積了很多人和物的歷史痕跡 所以相對其他地方是獨特和重要的 因為進入的是必經之地 大部份人很著重食物 令到這個食物成為一個家庭 或是朋友之間 大家都有一個話題或是一個落腳的地方 從送末到現在幾百年歷史 我們本地在古道有出過四個藏樹 利用過園觀 而且我們有蜜珠叫做食物 還有古池湯 那些都是我們古村羅的人民 所以你說這條村 在歷史比較幼稠 在方方面面出的印菜 你說大門村是比較多的 我們幾歲大已經學爬龍舟了 在這裡玩龍舟 不單是玩傳統籠 和國際籠 連本地文化的五人籠也有得玩 我們等於四點零、五點鐘 一收工,等於朋友一到地 航船下去又就是一場了 根據外地的經驗 古建築有些暴漏得很好 根據現代的發展 木結合本地的文化 融合在一體 我們希望以後大門有機會 不同的改造的話 都會走這條路 這裡的生活相對地有限 而且城市的發展比較著重木化 你會覺得很舒服 其實在一些保育項目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要給予一些功能 好像在我後面這個池塘一樣 如果我們可以幻想到一些新的功能 可以給予一個生命 那個保育的意義才會在這裡 我們發展大門的目的 首先是將居民使用 設施優化 繼而吸引更加多的遊客 促進社區、旅遊及經濟的發展 其中一個重要的發展項目 將會是龍舟基地 我們希望這個設施 能夠跟國際級的水平體制 令龍舟隊可以爭取更加好的成績 做這個發展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從他們的歷史保留 它引伸將這個概念 在我們的建設、規劃、建築裡面 是延伸出來的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